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主要讲了科学的内容 现在我们要把科学放进 整个大的启蒙时代 整个大的理性占主导的时代 当然我们最开始还是要强调一下 我们说启蒙时代是理性占主导的时代 不是说在当时18世纪 已经没有基督教的影响了 相反 基督教肯定还在欧洲社会中 占据着名义上的主导地位 这里的意思是理性处于上升时期 当时的哲学家等等引领时代 思想潮流的人已经对宗教失去了兴趣 要么直接抛弃 要么重新解释 这一点可有比较16 17世纪 和18世纪的哲学家群体得知 16 17世纪 就我所知而言 没有哲学家和科学家是无神论者 或者至少没有人是公开的无神论者 但是到了18世纪 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前后 出现了对基督教本身进行攻击的人 当然这一类公开的无神论者肯定是少数 多数在名义上还是信奉上帝的 只不过他们信奉的基督教和过去 已经很不相同了 他们的宗教叫做自然宗教 我们在之前提到过的各个哲学家和科学家 著作中都能找到自然宗教的痕迹 和自然宗教相对的是以前所谓的启示宗教 在启示宗教中 人直接通过上帝给予的启示和上帝相连 但是到了启蒙时代 这一类无法验证甚至难以言说的启示体验 似乎不能再说服人了 这时候哲学家们开始寻找其他 可以证明上帝存在的办法 自然宗教应运而兴 在自然宗教看来 上帝的存在不再通过人心凭借启示来证明 而是通过上帝在世间的创造物来证明 这是一种叫做所谓物理神学的方法 自然宗教的出现 意味着以前的所谓启示宗教 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已经失去了效力 不过自然宗教必须依赖科学知识来证明上帝存在 于是科学知识的重要性相应的提高了 当然在自然宗教中 我们也许可以说科学和宗教是不矛盾的 但是有一点十分明确 那就是在自然宗教中 科学知识的优先性是得到或明确或隐晦的确认的 就连上帝的存在都必须由科学知识本身来证明 如果我们更直白的讲 自然神学其实是基督教向科学妥协 委屈求全的结果 在启蒙时代 科学渐渐变成了流行文化 这里不仅有国王和贵族支持下的各种科学研究小组 还包括技术的进步和广泛普及 比如印刷术 东方的舶来品印刷术带来了一个繁荣的图书市场 知识开始快速流通 18世纪后期 一些将在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中会有巨大影响的技术革新也已经出现 同时在海外 欧洲殖民帝国的扩张趋势并未停止 而这种进一步的扩张 则是带来了更多的地方性的经验知识 海外的奇珍异寿 既为欧洲的贵族和有闲阶级提供了娱乐消遣 也为博物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 由于这些变化存在 不少人认为启蒙时代是一个进步和美好的时代 不过有人不这么看 活跃在18、19世纪之交的文艺批评的英国人南 在一次文人聚会时 抨击牛顿带来了一个糟糕的时代 把所有诗意的美好都变成了无聊的科学 一位历史学家提醒我们注意 栏目对牛顿的抨击和之前的文人普百 对牛顿的赞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以前普百说上帝要有牛顿 于是有了牛顿从此世界一片光明 栏目的批评表明 对启蒙时代进行反思和批评的时候已经来了 这些反思和批评在19世纪初达到极致 促成了浪漫主义运动 如果大家熟悉20世纪的哲学的话 就会知道这一类反思启蒙的态度 在20世纪一度曾经占据主流 我们在开头就已经说了 康德在18世纪末写了一篇什么是启蒙 强调启蒙就是人类告别蒙昧 自主使用理性 而接近200年之后的法国这些家米歇尔福科 福科大家可能应该很熟悉这个名字 在20世纪也以同样的题目 什么是启蒙写了一篇文章 迹向200年前的科尼斯堡哲人康德致敬 也算做出了回应 福科说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够达到成熟状态下的成年 有许多经验使我们相信 启蒙的历史事件并未使我们成为成熟的成年人 而我们至今也未曾达到这样的状态 其实福科想问的问题是 我们能够达到吗 在福科的著作中 他一直试图把启蒙时代主张的一些原则和价值相对化 暗示那些东西只是人类文明在某个阶段的产物 而启蒙时代主张的科学和理性并非人性的根本 也并不是一种成熟状态 也并非人类自由和幸福的保证 但也许福科没有明确说的是 康德认为人类从蒙昧走向理性了 走向自由了 不再是权威的奴隶了 但他为人类设想的一种状态 是不是一种被科学和技术文化奴役的 更大更加难以察觉的奴役状态呢 同样身处启蒙时代的卢梭 在自己的社会契约论中似乎对这种情形有过预言 他说 人生来自由 却无处不身同奴隶 自认为是他人主人的人 必然比他人更受奴役 可以说我们生活的现在 依然在很多地方有启蒙运动塑造 那么我们是生活在一种被科学和技术理性奴役的状态吗 这个问题我无能为力 需要大家自己回答 好了到了这里 第四讲十八世纪启蒙的时代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再见